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夫妻关系越来越好的四个迹象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记得转发和点赞哦 最近看到一档家庭生活栏目 与的小夫妻婚前恩爱有加 男士经常还会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日里 给恋人送上精美的礼物 女方非常感动 可是婚后妻子生完孩子胖了四十斤 由于她独自带孩子又开了淘宝店 生意和家庭十分忙碌 加之丈夫也是一个工作狂 在保险行业时常加班和应酬 两个人的交流越来越少 一碰面就经常吵架 妻子觉得因为自己变胖变丑了 所以丈夫对自己的关心才越来越少 而丈夫则认为是妻子婚后太敏感 脾气太暴躁 才让她越发不敢靠近 就这样两个人你来我去在台上 爬出对方很多缺点 双方在众人面前 尽显难堪 场上有位心理咨询师说 在婚姻关系中 不要总是希望别人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事实上你自己也成为不了你所希望的样子 不应该互相接短 更不应该互相伤害 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态平衡 只有情绪平和了 才不会总找对方的茬 经过主持人和心理老师的沟通说道 双方在真心化环节 还是很真诚地发现 对方身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是的呀 心态调整了 双方的关系才会随之改变 复旦名师哲学博士陈果 就在他《好的爱情》一书中谈到 生活中我们常把一种强烈的爱 说成是恨铁不成钢 但在真爱中 不存在恨铁不成钢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了解到它是一块铁 而不是一块钢 那么你会把它当成一块铁来爱 让它自由地成为一块铁 并且因为你的爱 而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美满的一块铁 最幸福的一块铁 如果你爱的是钢 发自内心的爱钢 而你了解到它是一块铁 那么请你放过这块铁 不要用你所谓的爱 强行把这块铁锻造成你理想中的钢 它没有这个义务 也许也根本没有这个天性和意愿 去成为你想要的钢 成果说得很对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老人协调 孩子教育 家务安排 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等 都需要两个人共同面对 两个人的出生环境 学习背景不同 处理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会不一样 尤其是浑厚 遇到的矛盾和分歧会越来越多 越是困难时刻 越考验夫妻双方的感情 只有尊重别人的不同 才能解决好问题 这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修养 婚姻里不要总是希望别人 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大概是夫妻关系越变越好的 第一个绩效 曾经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当你选择了一个人 同他迈进婚姻的殿堂 就意味着 他是你拒绝了千千万万个其他人 慎重又认真挑选之后 做出的决定 那既然之前是你百里挑一 做出的选择 那么之后也应该要 认真地对待他 人无完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既然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那么当别人犯错时也应该宽容对待 1998年 美国政坛上爆出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 莱温斯基的新丑闻 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吃瓜群众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 总统犯错 自然要被弹劾 这样的事发生在任何一位妻子身上 都很难以接受 更别提还是要面对公众的第一夫人 可当时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 女强人的代名词 却在丈夫绯闻缠身的情况下 显示了一个贤妻的大度和风范 希拉里曾经在她的日记当中写道 每当有人问起我如何克服伤痛 勇往直前 我总是回答说 一般人即使在面临家庭危机的时刻 也照样能够振作精神 继续每天的工作 人生的某个时期总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不论是第一夫人还是货车驾驶员 调试的技巧并无二致 只不过我得时时面对公众的注视 他还在另一篇日记当中写道 到了八月底 我们家才有了缓和 虽然还不是和平 我对比尔痛心而失望 但经历长时间独处反思后 我承认自己依然爱她 日子终究还是要过 我只得振作精神 重拾生活的信心 我们可以看得出 那段时间希拉里在婚姻当中情绪复杂 可她选择 可她选择没有将更多的责备和怨气 撒在克林顿身上 而是让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参选者 继续角逐纽约州的参议员 面对公众 她淡定从容 从不过多解释 丝毫没有让这一切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而是自我调整 满怀信心继续向前 她的努力为后来的总统竞选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情已然发生 造成了不好的局面 但处理事情的态度却很关键 一位心理学家也曾经说过 好的婚姻就是爱一个人的全部 这意味着你要去爱她的每一面 美丽的她 糟糕的她 得意的她和失落的她 好的婚姻就是爱一个人的一生 这意味着你要去爱她的每一个阶段 一次又一次地爱上 年少轻狂的她 风华正茂的她 老老叨叨的她 和白发苍苍的她 好的夫妻关系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千变万化 又始终如一 婚姻里能够享受对方最好的时刻 也能承受最坏的时刻 这大概是夫妻关系 越变越好的第二个迹象 郝永雪儿现在是位幸福的二胎妈妈 老公工作好 友善金心 孩子聪明可爱 她可以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可谁曾想 几年前的这个家 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那个时候 老公想创业资金不够 就到处融资 想尽快凑多一些钱 好大干一番 她对融资没有什么经验 做事又心切 一门心思以为 道上的都是兄弟 别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成想 自己投入进去了三十多万 到最后却被全部偏光 当时的三十多万 可不是个小数目 那些钱是整个家的 全部积蓄 也是小两口 准备买房的首付 当时雪儿怀着二胎 天天以泪洗面 受不了打击 差点就走上了绝路 可即便这样 过年回家时 她对双方父母 也都只字未提 当父母问其近况时 她还满脸微笑着说 我们都挺好的 老公好好上班 过几年还会更好 爸妈 你们放心 和我聊起这段往事时 我问 哎 你为什么不告诉 她家里人呢 大家也好一起 想想办法啊 雪儿说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不能再让父母操心了 她也是为家里好 想多赚钱 心眼不坏 只是与人不输 我不能再在别人面前 接她的短了 听完之后 我非常佩服她的 这般宽容和智慧 想起当年郎平离婚时 有记者追问原因 郎平说 我不想多说 因为我有很多 面对媒体的机会 而她没有 我说多了 对她不公平 你看 这是一种厚道 更是一种豁达 后来好友雪儿 帮丈夫仔细查看 和对方随意签下的几分合同 找到破绽 并翻阅了大量 有关合同的法律书籍 又咨询有关律师 和丈夫一起通过法律诉讼 打赢了官司 追回了一部分损失 事实证明她做得很对 我夸她很厉害时 她说 其实那段时间 看到丈夫已经受到些刺激 如果不赶快想办法 还老在众人面前数落她 后果将比骗走这些钱的损失 更严重 没错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 有一句经典台词 日子是过以后 不是过以前 短短一句话 到处的真理 却不是每一对夫妻 都看得透 想得明的 想不通 心情郁闷 家破人亡 想通了 家庭和睦 皆大欢喜 婚姻里要过好以后 而不看以前 这大概是夫妻关系 越变越好的 第三个迹象 曾经在知乎上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帖子 你见过最好的夫妻关系 是什么样的 一个高赞回答写的是 周先生和他的夫人 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 您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 周恩来不计女色 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 可他却说 见过 对方问 是谁 是谁 在哪里呢 他说 是我夫人 在我家里 对方哈哈大笑 说 曾妇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周恩来说 是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 在我眼里 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真正好的夫妻 即使再频繁 在对方眼中 都是最美的 在漫长的婚姻关系中 留下的 只有说起她 就嘴角上扬的快乐 而不是烦恼 在当今星 遇见火星 夫妻相爱一生的秘密 遗书中 作者曾提到 处在夫妻关系中的两个人 共同创造了另一个实体 叫做夫妻 它是一种存在 一种生命 而非拥有或得到的物质 它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 就像两个人 骑一辆双座自行车 一个向前看 一个往前蹬 却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 婚姻里要相互欣赏 共同进步 这大概是夫妻关系 越变越好的 第四个迹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维维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微信搜索 维维FM 维是维生素的维 就可以找到我了 如果您想认识更多的朋友 也可以来到我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沟通 今天就是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维维是维生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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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的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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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